俄羅斯入侵了烏克蘭之後 台灣宣布要跟著經濟制裁 也被俄羅斯列為 是不友善國家與地區名單 淡大全球政治經濟學系的教授 林偉修他就分析 首當其衝的就是許有的價格 短時間內用 補貼的方式來作為補償 那長期之後 該怎麼樣應對 而不是在實際考量我們的作用 或實質上效 不跟俄羅斯進口這麼大量的時候 而轉向其他國家進口 第一個最大的衝擊就是價格一定會提高 那我們常常看到我們政府所做的就是 用補貼的方式來補貼價格提高所造成的影響 但補貼它只能在短期內來做一些補償 當時間拉長以後 這樣補貼政策它能夠走多久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需要值得考量的問題 製裁效果達不到 但是我們需要付出我們的國民 要付出額大的成本 這是這一個問題上面來看 蔡英文 蘇貞昌可能認為 以以為傲 我們終於跟民主國家擺在一起了 但事實上美國拜登政府是給台灣壓力 沒有錯 但是即使美國有壓力 我們也不應該那麼大剌剌的 極為高調的 甚至動用國家機器 唯恐人家不知道我們在援助烏克蘭 因為你這樣子只會增加速敵 你不能夠一直壓錯保 你跟中國大陸已經鬧翻了 還增加敵人 那不是更至少麻煩嗎 因為國際上是非常險惡的一個環境 你小心的做事都可能唯恐犯錯 你這樣子完全不顧後果 只顧一時之快 那麼這個是個非常危險的 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人 或者領導階層 都不應該犯這種嚴重的錯誤 俄國把我們列入不友善國家的時候 我們可以非常清楚想像到 不久的將來 我們的人員供應上 會的基礎原料供應上 會更加缺乏 那我們對台灣本土的 不管人民企業的供電 一定會有所謂的更加刺激 也就是我們未來停電 斷電的機會會更加嚴峻 俄羅斯再次宣布要暫時停火 時事評論員賴岳謙他分析 俄羅斯已經展開精密武器的攻勢 真正慘烈的還沒到 真正慘烈的軍事動作還沒開始 還沒 因為對俄羅斯來說的話 他一定要想方設法 減少俄軍的傷亡 你要想方設法減少俄軍的傷亡 那也就是說對於烏克蘭的主力 尤其是具有高度殺傷性的武器裝備 要想盡辦法的去摧毀 所以你會看到他幾乎都是用炸的 可是他又不像美國 因為美國當初炸伊拉克的時候 因為美國人錢多 美國人錢多 所以美國人在大伊拉克的時候 是一波一波 你就看到這樣導彈這樣飛 這樣飛 可是俄國錢沒有那麼多 所以俄國你會發現 他第一波的時候 大部分丟的都不是很精準的炸彈 所以他的飛機要飛得很低 他的直針機要飛得很低 因為你的飛機飛得很低 直針機飛得很低 你本身被打下來的機率就比較高 這個是沒辦法的事 可是你看 當俄羅斯把第一波的彈藥 打得差不多的時候 那是比較舊的彈藥的時候 他開始用新的彈藥了 也就是更貴的 精密度更高的 所以您看那時候在基輔的 也就是烏克蘭的中西部的機場 八枚導彈 又把整個機場摧毀了 那八枚導彈意思是什麼 就是精準式的價格比較昂貴的 這個制導彈 那個導彈 那這樣的話 一個機場 一個龐大的空軍基地 尤其是烏克蘭的空軍司令部 就整個就被摧毀掉了 所以我想目前來說的話 俄國已經大量的 已經把這些烏克蘭的 這些防禦力量已經摧毀一大半了 現在的情況就是地面部隊 也就是俄軍的坦克部隊 我覺得開始要大舉壓進去了 那您說會不會一開始 就直接壓進城裡面 跟這個大城市裡面的居民 或是跟烏克蘭的軍隊 進行巷戰的話 我倒覺得 如果我是俄國的話 我不會那麼快的時間 就做這件事 我還是把它圍起來 我圍起來 然後我圍起來以後 我先把旁邊的一些小城鎮 我再強調是小城鎮 把旁邊的小城鎮 一個一個收拾掉 收拾了 然後開始進入這個戰場清理 那進行戰場清理了以後 把你這個大城市的外圍 都把你切斷 切斷以後 補給就很難進去了 補給很難進去了以後 再為一段時間 就把你的水電關掉了 那也就是說你的物資 糧食 尤其是新鮮的水果 豬肉 鴨肉都進不去 再把你的水電關掉的時候 你的冰箱也不能用 那你的物資的損害率就升高了 你城市規模越大的話 你這個城市的這個統治者 就是要維持這個城市的運作 就困難越高 因為它的安全問題 衛生的問題就會出來了 例如說我住房子的沒有水了 那也就是我的排泄 就會出問題了 因為沒有辦法 縮小馬桶排不掉的話 那這些都會開始產生問題 那居民沒有辦法 再住在家裡的時候 他就必須要離開 那如果難民越來越多 往這個歐洲湧進去的話 例如說500萬 假設到1000萬 歐洲人就撐不住了 更多的CD評論以及及時的解讀 請你到YouTube大新聞到爆掛 把它看好看滿 而在NU之前呢 通常都是北韓會佔領到我們的新聞版面 它已經消息了好一陣子 但最近有最新消息 根據韓聯社的報導 這是一艘北韓的船隻呢 今天早上在西部海域 距離白林島10公里處呢 它越界來到了南韓 而北韓的巡邏艇呢 為了要追也跟著越界 都遭到了南韓罕軍快庭警告 騎回 之後他們才回去 而根據瞭解呢 南韓已經把這個越界的北韓船隻 拖到了白林島 同時展開調查 目前得知 船上是沒有任何的武裝 有7個人穿著的是軍服 一個人穿著的是便服 這是有關於北韓的最新消息 而南韓9號也有個大的消息 這是南韓的總統大選 現在呢陷入的是膠著 兩大黨的候選人支持度 差距都非常非常的小 這將會是一場應戰 那麼南韓目前的執政黨的 共同民主黨的李在明 這個候選人 跟最大在野黨的 國民力量的候選人 尹形月 兩個人的民調差距很小 那政策最大的差別呢 就是在於對中的政策 像是李在明他主張 要延續文在寅的親中的政策 那麼尹形月呢 則是要打至親美反中牌 值得注意的是 這兩個候選人呢 在選舉期間 不斷地在互控對方的醜聞 失言風波不斷 也因此南韓民眾認為 這是許上最髒的一場選舉 我對 signing for select 準備期間 生意見風波不斷地 一個人的追求 立即開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